一见到慈禧志工来访 爷爷找到了救星 因为太太要去加拿大玩 想写信回台北 却不会写英文住址 18年来慈禧志工的关怀 一直都陪伴着方蓝山庄的长者们 为他们解决问题 更是关心他们的健康 在报道处 不见90岁的爷爷前来 志工很担心 一定要到房间探访 上一个月 他就有从床铺上跌下来 那我也稍微有印象说 这位伯伯好像没有办法 很快来行动 我们师傅来看你 他今天抄你的记录 他很担心 所以来看看你 握手好吗 好 不只是来看看 也通知人医会医护人员来检查 169 世事都要周全 因为彼此的好感情 早已是一家人 大爱新闻 这上美志工高爱芬 吴雪慧 江孟茜 台北报道 关怀难民